大家好,我是Asterdol 今次介紹地鐵通車的紀念車票 當時買了$120 我不是太清楚通脹後,是等於多少錢 拍片今天在土瓜灣買了$40 完全是溶水的 當然有些人會買$150 連一套很新的套 這張有點殘 我當時在陽光下看到殘 但現在入到屋真的不覺得 可能這兩點 真的很少,我不喜歡儲紙套 所以$40是入 李小章紙更好 我有完的紙套要儲 到時會弄壞 我會弄壞的 不開心 那當然只拿一張膠 就算了 條件條款都放在前面 可能卡套有多些 這就是1979年9月30日有效 始終它是早一天開了系統 就給市民,有這張票的市民試搭 吃下頭胆湯 早點適應新系統 第一條地鐵 不知道那時和九鐵的收費方式有什麼不同 看紀錄片好像差不多 都是售票機 九鐵沒有這個抓軸 其實九鐵是全部人手的 九鐵可能遲些才有售票機 可能遲過地鐵 後面就說一些供應商 列車供應商就是來自 都城家務 然後車票就是 這間 Dai Nippon Printing 公司 Cooperation Limited 這件事 復古車票就沒有做到 看來這間公司還在 沒有它版權 不夠膽引它的名字上來 不太清楚 為什麼會選擇紅白藍 來做這個車票的封面 就是很想起當時的油麻地站 那時候還沒有的 石劍而已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會選擇紅白藍 那時候油麻地站還沒有 為什麼會選擇這三個顏色 為什麼會選擇 因為那時候去英國 不知道 但是看起來可以 當時沒有什麼衝動 想馬上有這張票 到現在的復古票 想來一張真跡做一下對比 這個真的很棒 像一個夕陽隊衝出來 超級九十年多 超型 好 這次這張票的介紹 我們就來到這裏 還記得訂閱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